明星意外死亡太诡异,最后一位竟然死在了女人床上,恐怖。 1995年5月8日,邓丽君下榻于泰国清迈梅冰酒店。 据梅冰酒店的服务生叙述,邓丽君当时是住在15楼的一间豪华王子套房。 下午40左右,邓丽君气喘突然发作,为了求生,他一直敲打门板球员,服务员在闻声后前往他住宿的1502号房查看。 服务员发觉事态不对,看到邓丽君几乎喘不过气来,因此众人七手八脚地把邓丽君移到酒店咖啡做急救。 当时邓丽君在饭店房间中自备有急救器材,因此饭店服务生不但迅速进行了急救,还为邓丽君俯凶、按摩,但是都无济于事。 即使火速送往医院,终于也急救失败,一代巨星就此与歌迷永远告别。 据说在送往医院的路途上,柔弱的邓丽君虽然保守气喘发作的痛苦,还是一直呼喊着母亲。 但是据医院方表示,邓丽君当时的神志已经不甚清楚,尤其抵达医院时,已经出现脸色发青、心跳、脉搏中止、瞳孔放大的并未迹象,因此虽然清迈兰姆医院的急救医师采用了强心针、咽肌等手段,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,最后也只能宣告急救无效。 邓丽君在1995年5月8日17时30分,终究放下了家人与全世界广大歌迷而撒手人寰。 陈百强,药物中毒死亡。 一代巨星陈百强死亡的时间是1993年10月25日,但在这之前,大家听不到也看不到陈百强已经一年半了。 1992年5月18日晚间,陈百强突然晕倒,被送进医院,之后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之中,直至去世。 那时,他刚满35周岁。 关于他突然昏迷的原因,到现在都还是个谜,最可能的一种解释是他腐蚀了过量的药物,而且是因为他用酒送服药物而造成中毒,最终导致昏迷。 在他住在医院中的这段时间内,关于他身体状况的消息不失出现在各媒体上。 他的死因至今是个谜。 翁美玲,这个人可能90后的人记得了多少,在83版的射雕英雄传中饰演古灵精怪的黄蓉,成为荧幕上的经典。 1985年5月14日,翁美玲被发现在加煤气中毒而死,说是自杀,但是未留下一书,至今也是个谜。 张宇生,车祸意外身亡。 今年春晚小沈阳的一曲《大海》让很多人都在模仿他,小朋友们疯狂地在网上找这首歌的原唱,而15岁以上的人也许都知道他的原唱叫张宇生,那个把天后张辉妹很红的音乐奇才。 而在他死后13年居然还有人因为翻唱他的歌走红,可见张宇生的音乐魅力。 张宇生的死亡是个巨大的意外。 在1997年10月20日张宇生在排完《吻我吧娜娜》音乐剧后已是深夜,善良的他先开车送同事回家,后来那位女同事说车子是新买的,开得非常快,但是感觉不出来。 送完同事说车子是新买的,送完同事说车子是新买的,开车回淡水,她和她的女朋友一起买的房子在淡水,在凌晨2点左右在灯辉大道红树林宝林酒馆旁敞篷车失控撞上路边的分割岛,树根被连根拔起。 宇生的头部受到重创,凌晨2点45分被送往台湾当水马鞋医院,医生说宇生在送往医院时已进入脑死亡状态,后继全力抢救暂时保住了生命,可是偏有不测风云。 昏迷23天过后,张爸爸说宇生貌似醒来过,由于肺不定发症引起呼吸衰竭,宇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 在97年11月12日11点48分我们的小宝永远离开了我们。 香菲刘丹,车祸意外惨死。提起刘丹,至今仍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痛。 如果没有那场车祸她说不定跟赵薇,范冰冰一样红,或者说比她俩还红。 曾在电视剧《海珠格格》中扮演香菲深受观众喜爱的青年演员刘丹,2000年1月30日凌晨6时在广深高速公路深圳机场路段遭遇车祸不治身亡,年仅26岁。 香菲被青年演员刘丹演绎的淋漓尽致,她也因而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。 然而,在从广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上,意外的车祸,使这颗人气急升的新星在睡梦中突然陨落。 深圳赶往汕头准备登台时,她所乘的汽车在深山高速公路上突然急刹车,疑因车门没有关好,刘丹被抛出公路,惨遭后来的车辆斩过,当场死亡。 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的离世至今是个疑。 1973年7月20日下午约1点左右,李小龙的夫人连达外出采购,和李小龙吻别。 李小龙告诉他,他与佳和电影公司的董事长邹文怀有一个约会,要一起讨论死亡游戏的剧本,他也许不回来吃晚饭了,连达绝对不会想到这竟然会是他们之间的永别。 周文怀下午来找李小龙,两人讨论了电影剧本,然后前往女演员丁佩的寓所,丁佩在死亡游戏中担任了角色。 然后他们又一道前往一家餐馆吃饭,回到丁佩家后,李小龙突然感到一阵头痛,丁佩便给了他几片止痛扰。 扶药后,李小龙便躺下了。 晚上10时左右,邹文怀还有事要与李小龙商量,便去叫他。 但是李小龙一点反应也没有,邹文怀感到情况不妙,便马上打电话叫医生,李小龙在医院没有被抢救过来,从此长睡不醒,结果死在了丁佩的床上,实在是可惜了,巨星陨落。 死因一直是个谜,但1993年4月纽约一盘录音带的播放,才真正使得这一实际之谜终于得以大白于天下,李小龙是被人谋杀的。 然而,谋杀李小龙的元凶竟然是身为美国亿万大亨的修博弼。修博弼是当时美国金融界巨头。 在李小龙死后的第四天,即1973年7月25日,他录制了此盘录音带,详尽披露了谋杀李小龙的缘由和过程。 原来修博弼唯一的女儿珍妮特喜欢李小龙,而李小龙不爱她。 1963年6月的一天,珍妮特称以怀上了李小龙的孩子。但李小龙否认。 因此珍妮特患了精神病。 1964年,珍妮特在家中为婴儿吃奶,因看到电视上举行的世界武术比赛,李小龙成为大英雄。珍妮特受到刺激了死小孩后也戈麦自杀。 之后珍妮特的哥哥迈克尔征得父亲同意,悄悄联合了黑手党报复李小龙,结果却死于车祸。 丧女和丧子双重之痛愈发坚定了修博弼要杀掉李小龙的决心。 不久,他找到了一位医术高潮的脑血管专家实施一个阴险的计划。 用一种导致血管爆裂的致死药物,计划顺利实施。 不久,一代五星就这样流行般逝去了。 修博弼要求,在他死后,这盘录音带方公诸事人。 一代功夫之王竟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。